5月17日上午,在本拿比Riverway Clubhouse举行了一场关于反对亚裔歧视的活动 加拿大皇家骑警、省议员、市议员都参与了此次活动,以表示对亚裔歧视的关注 新冠疫情以来,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仇恨事件大幅度增加 2020年,在卑诗省温哥华市,亚裔市民遭遇挑衅、侮辱或攻击的事件从2019年的十几起增加到将近100起 这还仅是警方有记录的数字 曾遭遇过侮辱攻击的温哥华律师史蒂文 5.Steven Noe现场诉说了他的经历 加拿大皇家骑警也在现场呼吁大家 遭遇到辱骂、恐吓、骚扰、肢体暴力时 要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 9.Steven Noe现场